诗篇第五十一篇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泪里沉食 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腹草结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滴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 我就献上 凡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随你的美意 善待西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你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凡祭 并全身的凡祭 那时 人必将公牛 陷在你坛上 诗篇第五十二篇 勇士啊 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 好像剃头刀 快力伤人 你爱恶甚是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希腊 诡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神也要毁灭你 直到永远 祂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希腊 义人要看见而惧怕 并要笑他 说 看啊 这就是那不以神 为他力量的人 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坚立自己 至于我 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 依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也要在你圣明面前 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诗篇 第五十三篇 于婉人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证悟的罪孽 没有一个人行善 神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他的没有 他们个人都退后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孽的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神 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 就大大害怕 因为神把那安营 攻击你之人的骨头 散开了 你使他们蒙羞 因为神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 从西安而出 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诗篇第五十四篇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人为我伸冤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 强暴人寻所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希拉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记献给你 耶和华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急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 诗篇第五十五篇 神啊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 求你彻耳听我 应允我 我哀叹不安 发生哀恨 都因仇敌的身影 恶人的欺压 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 发怒气 逼迫我 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 死的惊慌临到我身 恐惧战惊归到我身 惊恐漫过了我 我说 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 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我必远游树在旷野 希拉 我必树树逃到壁所 脱离狂风暴雨 主啊 求你吞灭他们 变乱他们的舌头 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 增进的事 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 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 邪恶在其中 欺压和诡诈 不离皆是 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 若是仇敌 还可忍耐 也不是恨我的人 向我狂大 若是恨我的人 就必躲避他 不料是你 你源于我平等 是我的同伴 是我自己的朋友 我们树长彼此谈论 以为甘甜 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 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 因为他们的住处 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 至于我 我要求告神 耶和华必拯救我 我要晚上 早晨 晌午 哀声悲叹 他也必听我的身影 他救赎我命 脱离攻击我的人 使我得享平安 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 那没有更变 不敬畏神的人 从太古长存的神 必听见而苦待他 他背了约 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 他的口如奶油光滑 他的心却怀着征战 他的话比油柔和 其实是拔出来的刀 你要把你的重担 卸给耶和华 他必抚养你 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神啊 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 流人血 行鬼诈的人 必活不到办事 但我要依靠你 真言 第十一章 鬼诈的天平 为耶和华所憎悟 公平的法马 为他所喜悦 骄傲来 羞耻也来 潜逊人 却有智慧 正直人的纯正 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僻 必毁灭自己 发怒的日子 资财无益 唯有公益 能救人脱离死亡 完全人的义 必指引他的路 但恶人 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正直人的义 必拯救自己 奸诈人 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恶人一死 他的指望 必灭绝 罪人的盼望 也必灭没 一人得脱离患难 有恶人来代替他 不前进的人 用口败坏临舍 一人却因知识得救 一人享福 何成喜乐 恶人灭亡 人都欢呼 成因正直人祝福 便高举 却因邪恶人的口 就情妇 藐视临舍的 毫无智慧 明哲人 却静默不言 往来传舌的 泄露密室 心中诚实的 遮隐事情 无智谋 民旧败落 谋事多 人便安居 为外人作报的 必受亏损 恨物击掌的 却得安稳 恩德的妇女 得尊荣 强暴的男子 得资财 仁慈的人 善待自己 残忍的人 扰害己身 恶人经营 得虚服的工价 撒异种的 得实在的果效 恒心为义的 必得生命 追求邪恶的 必至死亡 心中乖僻的 为耶和华 所憎恶 行事完全的 为他所喜悦 恶人虽然联手 必不免受罚 义人的后裔 必得拯救 妇女美貌 而无见识 如同惊环 戴在猪鼻上 义人的心愿 尽得好处 恶人的指望 至干愤怒 有失散的 却更增添 有吝惜过度的 反制穷乏 好施舍的 必得风欲 滋润人的 必得滋润 屯粮不卖的 民必咒诅他 情愿出卖的 人必为他祝福 恳切求善的 就求得恩惠 唯独求恶的 恶必临到他身 依仗自己财物的 必跌倒 义人 必发望如青夜 扰害己家的 必承受清风 愚昧人 必做会心人的仆人 义人所结的果子 就是生命树 有智慧的 必能得人 看啊 义人在世尚且受报 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感谢观看